好, 又來到我們的投注界面 繼續和大家說回 未來11月8日星期三跑馬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單Q一槍過 和大家買回兩隻馬匹 而至於這次我們買到的場合 就會是這場的第三場 這場第三場是我們的五班草地A難 1650位的賽事 今場馬上有12隻馬匹 都滿了馬匹 跑馬地都叫做多馬場合 而在這些多馬場合上 基本上有近跡的 都沒有變幾隻 唯獨是這些3號的右翔騎乘 最近跑第二第三 再去到這些9號的飛越海船 最近跑第二第三 又是跑第二第三 所以這兩匹馬 其實在今場馬上 比較有近跡 比較好一點的馬匹 到底這兩匹馬在接下來 值不值得來買 我們先和大家來探討一下 先來看看 由判斷騎乘的這隻3號 右翔騎乘 這匹右翔騎乘 最近跑第二第三 到底有沒有料到呢 先看看 這匹馬 其實最近在9月20號 跑過一場跑馬 你操你千百米的五班賽事 之後縮程 縮到1650米 10月11號跑馬 你操你1650 五班賽事就跑第二 即是說這隻馬一縮程 就已經進步了 接下來這一場 其實都是縮到1650米來跑 即是和上將一模一樣的路程 斑上場地 而大家看看 又在騎乘上將 潘頓騎乘的第二 有沒有料到呢 其實說真的 潘頓這位騎士 雖然經常性都玩東西 經常性很多匹實力馬 都不是跑得那麼好 最近的時候 但是 其實事實上 如果你有心留意到 潘頓跑這匹右翔騎乘的話 你會發現到 潘頓騎乘的 其實這匹右翔騎乘 每次都騎得挺好的 好像金牆馬那樣 那匹右翔騎乘 其實就是指三指母的這匹馬 紅色戰爪指越左 大家可以看看他今場怎麼跑 這匹右翔騎乘 金匠潘頓其實一直都跑得很好 一直將這匹右翔騎乘 就放在第二碟 大約六七位 這個位置 對於這匹右翔騎乘 其實就是最好的跑法 因為這匹馬 去到轉彎入直路 都說比較容易看空 來到再衝一段 所以你看得到 潘頓去到轉彎入直路 已經是說一早看空了 還要騎幾步 其實已經是說 將前面這匹馬 是趕過了 潘頓車輪邊 已經是說 將前面那匹馬 輕鬆趕過了 其實在這個情況 潘頓都心想 覺得自己這匹馬 是贏得的 過了你 你就贏了 誰不知 居然說 殺出一匹郭大俠 這匹郭大俠 在後上 最後外接的位置 最終衝上來 將這匹郭大俠 趕過 最終衝勢都不差 你看得到 打幾邊 湧上來 就已經將前面那匹馬 趕過了 潘頓都看得到 嚇到呆了 沒想過 原來自己這匹馬 那麼容易被郭大俠 趕過 所以 其實我覺得 上將這匹郭大俠 純粹都只不過是 輸這匹郭大俠 而這匹郭大俠 真的儲了很久 特地轉艙來出擊 所以我覺得 上將輸給郭大俠 這匹郭大俠 都不意外 但是 你看看 右翔騎乘上將 贏到哪些馬 其實右翔騎乘上將 也算贏到 山山福運 無敵精英 美麗多營這些馬 其實這匹馬 都會再出的 大家看就知道 右翔騎乘就是 跑贏郭 接下來再出的 無敵精英 麒麟 和帝豪歡聲 接下來三匹實力馬 這匹郭大俠騎乘上將跑 1650 都會贏過他們 所以 以馬類馬 我覺得這匹郭大俠騎乘 這匹郭大俠騎乘 絕對是要 能夠秤高一點 這匹郭大俠騎乘 絕對是要秤高的 這匹郭大俠騎乘 還要說 潘頓觸實不放手 接下來這匹郭大俠騎乘 今季已經騎乘了兩次 接下來這匹郭大俠騎乘 其實我覺得是要買回來的 因為這匹郭大俠騎乘 真的用心 今季兩次跑出來的成績 都沒有掉過頭三名 兩次都可以選 也算是一匹郭大俠騎乘 潘頓騎乘 100% 所以這次再由潘頓騎乘 還要打完王牌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留意 所以第一匹郭大俠騎乘 就想選擇由潘頓騎乘 這匹郭大俠騎乘 又在騎乘 來試一試 看看這次潘頓 會不會幫這匹郭大俠騎乘 保重得到 贏到馬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匹會選擇馬匹之後 就來對他說 我們第二匹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二匹會選擇哪匹馬呢 會不會是選擇這匹最近 有賽賽職跑第二第三名的飛躍海船呢 我們先來對他看這匹飛躍海船 到底是什麼 看看這匹飛躍海船 最近的第二第三名 強不強 這匹飛躍海船 其實最近的第二第三 都是跑慢一點 儲得1650米的五班賽事 最近兩場都是用班德禮來對騎 而大家看看他最近的第三名 其實他最近的第三名 都算是挺有實力的 因為他這個第三名 都算是贏過 不過接下來同場再出的無敵精英 贏科超影 雀橋飛道 美麗新星 還有一隻全程路通 即是說 接下來再出的五匹馬這匹飛躍海船 最近的第三名已經是贏過了 所以以馬論馬的話 你也不要說這匹飛躍海船 在未來這一場不能夠成高 所以這匹飛躍海船呢 論他近期 他真的很強 在未來這一場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買到這些馬上 不過這次 其實我沒有選到一隻飛躍海船來賣 為什麼這次沒有選到這隻飛躍海船呢 原因就是因為 再仔細一點看回 飛躍海船上將的第三 他贏到的第三之後 我發現到 原來上將 就算輸過給他的馬 來近期的這一場 原來也不是說沒有機會反勝他 原來就是 有些馬上將鼓鼓滑滑 來近這一場 其實是說值得來賣 至於 今次講到 要買的馬匹是哪一隻呢 講到鼓鼓滑滑的馬匹是哪一隻呢 講到的 就是 上將輸過了給飛躍海船的 那隻11號馬 全程路通 這匹全程路通 就是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 為什麼今次我們會選一隻全程路通 來買呢 我們先來看這隻 全程路通的賽事 這匹全程路通 其實在今季 季初的時候 他的成績都是說不差的 9月13號 跑馬的粗地 12位5班賽事 跑到第4 再跑一場 10月4號 跑馬的粗地 1650位5班賽事 跑得更好的 跑到第3回來 表現叫不差 但是去到最近那場 10月18號 跑馬的粗地 1650米5班賽事 就跑過第11 上將他突然之間 跑過第11回來 其實他這些第11 我認為是奇奇怪怪 古古惑惑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先來看看 希威森 大家記得了 希威森上將是怎樣騎 全程路通 全程路通上將就是這裏的這隻 黃衣啡帽的這筆馬就是他 紅色戰爪 知道了 大家看看希威森怎樣騎 今場馬 因為這隻 全程路通 排著12檔的關係 所以騎師 希威森 居然用一個 主動一點點的跑法 搶前來走自己一隻 這樣來放 這隻馬 其實這樣來放 是否有利用 其實說真的 很明顯 都不是這麼便宜 因為 你看看 他12檔 搶出來的時候 裡面還有一隻馬 是要搶 頂住他 所以他這樣放出來 其實很明顯 不是這麼便宜 而且今場馬 其實實際上 快馬都多 這麼多馬 他還跟人搶 其實不是這麼便宜 再加上全程路通真正 跑得好的跑法 都不是這樣 都不是自己一前來走 應該排在四五位 所以今場馬 他這樣來搶 這樣來放 其實我已經覺得是一個問題 是吧 他跑法已經出現了問題 之後 去到轉彎入直路 你看看他怎麼跑 居然說 這隻全程路通 去到轉彎入直路 就已經沒有什麼騎過了 你看看希威森 希威森去到這個位置 三百多米 把馬頭移軸了 讓軌了 讓軌了 飛越海船 在內蘭出之後 他就沒有什麼騎過了 你看看 他讓軌了這隻飛越海船 飛越海船 這碗馬 就是剛剛說的 第三個馬 他讓軌了 你看看他剛剛 那頭 都整軌了 整軌了 整軌了馬頭 讓一讓 入面那隻馬 先先 在入面出 讓人出完之後 自己這個全程路通 就隔起屁股 這樣捉回來 你說他這樣有沒有跑過 你不要計他之前的跑法 你看他最後這樣有沒有跑過 最後這樣捉回來 是不是路啊 大佬 喂 希威森這樣騎 希威森啊 這樣騎馬 捉鬼住啊 不僅是潘頓 不僅是報名那些 你看 希威森 原來都是這樣 捉鬼住 這樣回來 這樣就沒有鬼阻了 全程路通 所以你說了 這些賽職 能不能夠做得準 其實全程路通 上將 那些賽職 是很明顯不能夠做得準的了 讓鬼完 人家飛越海船 出完之後 那 自己就捉鬼住 自己就收僵 最終飛越海船跑得好 叫做 跑過第三 還要贏過 來的同場很多對手 但全程路通 就收了皮了 跑過第十一 是這樣輸的 全程路通 然後你又再看看 希威森 騎這隻全程路通 跑第十一 而當時那隻 飛越海船 是什麼 來的呢 飛越海船 原來是班德禮 偉達的馬 哈 大哥 是不是 原來這隻 飛越海船 是偉達的馬匹 當時 希威森 移一移讓這隻 飛越海船 出之後 自己捉回來 是吧 這樣所以我覺得 完全是說 不能夠阻准 這隻全程路通 上漲的賽職 所以完全是可以抹掉它 跑法又不對 又捉回來 但再出來跑的話 我覺得值得留意了 因為這次呢 他不是說 放阿偉達的親生 希威森上去 這次換了人 換個艾笑禮上去 換個艾笑禮上去 要買 是吧 因為這隻全程路通 其實 他跑這些跑馬 你做的1650 不是五分都行 曾經跑的是三的 現在跑分相同路程 搬到場地 其實這隻馬有威脅 是不是 再加上 這次這隻馬 其實操練做得很足 你看看 這隻馬 自從換了人 換走了希威森之後 其實他操練是做得很積極的 比之前都是說更加積極的 所以這次換人 我覺得是要留意 隨時換走希威森 這位騎士之後 這隻馬就現真身了 再加上 今場沒有什麼快馬走 這隻馬 應該是可以放回三四位 相信 在形勢方面 這隻馬都是好跑的 所以我們第二隻會選擇 到馬匹 都想選擇這隻 誰的全程路通 來試一試 看看這隻馬 這次什麼做的輕綁 靠著艾笑禮 能不能夠贏到馬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兩匹馬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投注策略 今次我們會買到彩池 就是連贏及位置 這個彩池 用這個彩池 去買回 剛剛才提及到的那兩匹馬 就可以了 今次就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也不妨試一試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好了 祝大家贏到地獄 這條片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訂閱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